这场香情传爱国宴除了发挥社会爱心 事实上由在地部落青年结合马泰安休闲园区生态导览解说班 共同举办的暖室集呈现了在地部落公益饮食文化特色 推出了编织、竹林之眼还有爱草种兰花等首作DIY体验 相当受到欢迎 马泰安香情传爱国宴Buffet满桌在地道路地的食材料理佳肴 还有BBQ口全猪 提供现场所有人双逼的美食饗宴 舞台上还有生态主厨的料理秀让每一个人身体五感充分获得满足 是西餐的两个宝物 我们往年的餐会是吃板斗流水席 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很漂亮的形式 有点像比较浪漫的氛围这样子 就是走Buffet的形式 那大家桌上我们就有特别请花意思啊 用当地的植物做那个装饰这样子 来自全台各地的善心人士 实在地吃当季 而由在地部落青年 结合马滩修区生态导览解说班 共同办理的暖市集 呈现在地部落公益 饮食文化特色 生态手作DIY体验令人惊艳 争相排队体验 手作摊 一下子就满了受庆 这个很Bobby 他今天吃起来很Bobby 那今天来 编织带 编织带 我们要关保 那当然暖市集的部分也就是号召了我们 光复在地的一些小农啊 就是有种一些大豆啊 黄豆的小农 跟我们一些手工艺市集 然后有很多我们的原民的青年做的一些手工艺 满滩修区共同办理 乡情传爱国宴关怀活动的同时 在地部落青年 也将部落传统手作工艺 以及湿地生态温创产业结合串联 借由暖市集的平台与大众分享 带领每个人亲身体验手作商品的温度 也更能深入了解光复乡 马太安休闲观光生态农产业 记者是宇兰光复采访报道